大家好,我是富贵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认为PiNetwork项目方一直都是说话简洁明了 不卖任何关子 那么这是我比较喜欢项目方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 在2022年的4月9日 PiNetwork的官方推特就发布了一个推文 就是说提升派币挖矿数据的四个方法 那么第一个就是通过你的安全圈创建五个人 那么安全圈满了之后 你的挖矿数据就会提升 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派友都是添加满了五个人 虽然说有的人可能没有推广到五个人 没有办法加满自己的安全圈 不过你也可以向其他的派友去询问得到 然后加入自己的安全圈 当然这里建议是让自己的安全圈里面的人 保持是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 因为这样的话对于以后的某些比较机密的操作 你去提醒他们也会增加你的一个旺旺数据 因为同时在线的人数越多 它对于你的一个数据的提升是有好处的 这个是很早之前就有说过的事情 第四个就是锁定你的锁长比例 因为你的锁长比例越高 锁的时间越长 对于你的数据也会越高 这些其实都并不是新闻 但是Panetwork的官方会以这种形式整理好之后 再次的发布来提醒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以看到出项目方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在这里其实就是我比较喜欢项目方的原因之一 就是它会在不断的过程中提醒我们应该去做哪些事情 它把我们当成傻瓜式的教学 就是说在众多的参与者中 它是按照最低的标准去教导我们 而不是按照最高标准去教导 也就是说它会参照那些最不会操作的人 去设立这个门槛 哪怕是你再笨拙的人 通过它这样不断的教导 以及不断的提醒 你其实也能够做好的 还有它对于每次所发布的一些事情 包括说尼古拉斯团队 他们所发表的一些问题 和他们正在做了一些事情 它是从来不含糊的 就是说它正在做哪些事情 以及以后要做哪些事情 包括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去配合他们和他们的愿景 就是他们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去做这些事情 它会理得清清楚的告诉我们 告诉给大家 而不像其他的很多的项目方 会打亚迷的形式来告诉大家 因为打亚迷就会引来非常多人的一个猜测 猜测的过程中就会引来我网的去留言 去发表自己的猜测 从而造成一个话题的热度 而通过话题的热度 让更多的人进来讨论 进来参与 其实说难听一点 就是说通过这种猜亚迷的形式来 让它自身的热度提高 而这种卖关子的形式 有非常多的人是喜欢的 但是我相信对于一个比较正规的项目 对于同时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的项目来讲的话 是不适用的 所以Panetwork项目方在每次发表它的一个推文的时候 都是非常简洁明了 没有过多的含糊 也没有过多的词语 同时米古拉斯团队在发表他们的视频的时候 也是说的比较简洁明了 包括后面的KYC的操作流程 也是说的比较清楚 所以在我们所有的派线风中 如果说你们有仔细的去观看到 Panetwork项目方所发表的这些推文 以及他们的视频 你们都有认真的去观看 认真的去理解它的意思 都不会太难的 都会顺利的将这个项目 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并且项目方不只会一次两次的去通知大家 甚至会有多次的去提醒大家 去做某一件事情 那所以这就导致了项目方的进程不会太快 那么他会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走 而这个走的过程呢 因为拖着全球的三千多万用户量去走的 那么走的这个路程呢 又比较长 走的速度呢也不会太快 所以说中间的这个时间呢 就会花的比较久 因为我知道在这三千多万用户中呢 有的人走的比较快 学习的比较快 他就觉得他已经完成了 就在等待了 而这个项目方迟迟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他就有点慌了 而在项目方看来呢 他不会放过每一个参与进来的人 只要你是认真的去参与的 你是认可这个项目呢 他都会去等你 项目方很耐心的去等待每一个的派友 跟上他的一个步伐 当然在这里走的快的派友呢 就会有其他的想法了 觉得项目方在拖拖拉拉 迟迟不去上主网 迟迟不去KYC 我知道 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 包括我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们回头再来一想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走慢一点就走慢一点 走快一点也就走快一点 快一点只是说 你我们变现的时间会快一点 但是我们的目的又不是真正的变现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参与进来 提升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同时让自己的手里面更加宽裕一些 反正三年的时间都已经等了 也不差这一点时间 我觉得呢 以前我预测的3月14KYC 虽然说是没有到来 但是现在我已经看见了 有其他地区的人呢 已经通过KYC了 并且呢 他们已经成为了KYC的验证员 参与验证的人员变多了之后呢 这个速度进程也会加快 所以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等待的过程中 提升自己的一个挖控速率 第二个呢 就等待KYC的来临 让我们自己通过KYC 那么第三呢 就是通过KYC之后 能申请成为验证员的 就成为验证员 这样的话会加快 整体KYC的流程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通过的人呢 也不要去急 我们要去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当我们大多数的人都通过了之后 都能够去进入组网的时候 我们进入组网才有意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同时呢 你认为Pi Network会在什么时候上公开线的组网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